各位情感小文集团的股东们好 欢迎来到玩杰文大地宇宙 留下您的点赞 评论 还有关注 废话不多说 音乐起 正文上 房东太太有两个女儿 一个见面就甜甜的叫我哥哥 姐妹俩冷若冰霜好似不待见我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两个都是风批病骄 一个偷偷在我房里装监控 一个给我下药 每晚前入我的房间 临近毕业 我从宿舍搬了出来 以低廉的房租 租下了市中心的一套三室一厅 对于这么便宜的价格 我也产生过怀疑 猜测这间屋子 或许是死过人之类的 但房东太太的小女儿 顶着她那天真无邪的小脸 竖着三根手指向我保证 哥哥 你相信我 我住在你的楼下 我姐住在你楼上 要是这房子有问题 我们也不敢住这里 在她的保证下 我的一律打消 同时感叹有钱真好 两姐妹可以一人住一套房 只是她们为什么选择 把中间的房屋出租 显得我像个夹心饼干 被夹在她们中间 每天傍晚 我都会在小区散播 市中心能看到这么多绿植 真是奢侈 不光如此 走在小区时不时 还能看到明星网红 我不用想起那天 和房东太太一起 带我看房的小姐姐 样貌竟把这些明星 都比了下去 正想着 护的肩膀一沉 我侧头看去 少女白皙干净的脸庞上 挂着天真灿烂的笑容 夕阳的余晖在周围 为她的笑容 染上了淡淡的光运 就像个落入凡尘的天使 哥哥 好巧啊 又见面了 脑海中的人忽然出现在眼前 我盯着她呆滞片刻 见我半天没回应 她的瞳孔出现 些微的疑惑和失落 哥哥 才几天 你就不认识我了 她脱长了阴调 语气里带了些称怪 我反应过来 和她拉开距离 礼貌客气地朝她微微一笑 当然记得 柳如烟 房东太太的女儿 她的眼里出现了 藏不住的欣喜 再次靠近我 晚上我的胳膊 仿佛我们很熟人一般 哥哥 你吃了吗 我摇摇头 因为每天无事 所以吃饭都很晚 你自己做饭吗 我狐一地瞥了她眼 微微点头 那我能去蹭饭吗 爸妈出差 保姆家里有事请假 我自己在家不会做饭 就只能饿肚子了 她的语调和表情同不委屈 我偏头正是她 其实点外卖 也我吃不关外卖 她急切打断我 那 好吧 四周都是玻璃的大电梯 平时空空荡荡 只是多了一个人 就显得拥挤万分 我靠在电梯右侧 贴着电梯边缘 她紧贴着我的左侧 凑过来跟我说话 哥哥是不是A大的学生 我好像在学校见过你 她的眼神带着探究 盯着我的脸 舍不得松开 我并没有因此而不悦 美女总是能让人更加宽容 你也是A大的 嗯 我是大一的 电梯门打开 她将手掌抵在一边 示意我先出去 哥哥为什么突然搬出来住了 不是大四下半年才没课吗 声音从背后传来 温热的呼吸尾端 浅浅喷在我的耳朵 心有些乱 我按错了密码 重新按了一遍 纯黑色的内裤放在最上方 就那么大啦啦地展示在我们眼前 柳如烟的眼神 在我的裆部和沙发间徘徊 眼睛亮亮地说 哥哥布光长得帅了 没想到 嘿嘿你嘛 你就不能装没看到就行 还说出来 我气急败坏地伸出两只手 捂住她的眼睛 小丫头不知羞 还看 又密又长的睫毛 在我的手心一扇一扇 扇得我手心发痒 我忙将手心空出一个洞 接着便看到她露出的半边脸 扬起一个脚侠的笑容 那笑容里透露着一丝调皮 她抬起手 不经意地触碰到我的腰 引得我微颤了一下 接着缓缓往上 盖住我的手 她的手很柔软 轻轻地贴住我的手 哥哥放心 我保证不看 我深刻地怀疑她每个动作都设计过 不过 我也不想和她多争论 抽出手 盯着她看了几秒 确认她不会松手 才往沙发边跑去 在我转身的那一刻 听见她悠悠地开口 反正都记在脑海里了 我特喵的一脸无语地停下脚步 回过头 盯着她 小丫头 才多大就那么开放的吗 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我高抬起脚轻轻踹了她一下 只听她低哼一声 故作夸张地跳了起来 哥哥 你真狠心啊 虽嘴上在埋怨 可她的笑容却愈加放大 手仍像约定的那样遮着眼睛 还笑 不疼我再来一下 错了错了 哥哥饶命 我的厨艺不错 随随便便就折腾出了三菜一腾 热气腾腾地端上桌 色香味俱全 柳如烟招手将香气扑进鼻子里 深吸一口 露出满足的表情 哥哥 这样我会更 嗯 我亲着身子 将耳朵凑近 忘记关油烟机 我没听清她在说什么 等了几秒 耳畔还是没有传来她的声音 我抬起头 她炽热的眼神刚好拨开 油烟机被她关掉 从厨房出来的那刻 我们的眼神恰好在空中交换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那里面多了些难以形容的意味 手机铃声地响起打断了暗勇的暧昧气氛 挂完电话 她的眼神恢复清澈 小心翼翼地询问 哥哥 你介意多一个人蹭饭吗 搬家以来 闻铃第一次响起 我跟在柳如烟身后 探着脑袋 看着她打开门 少女身穿一袭黑色的职业装 衬托出玲珑有致的身姿 摇鼻轻翘 眉目柔和 长得真漂亮 天冷淡的长相 虽与柳如烟有几分相似 但气质却截然不同 我朝她招招手 露出浅浅微笑 她一双好看的黑眸 带着几分冷漠的梳理 视线淡淡扫过我 机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姐 你来了 进来吧 柳如烟为她让开一条道 我也跟着她一起贴站到墙边 哥哥 给你介绍下 这是我姐 柳如梦 我点点头 大气不敢粗喘 看着柳如梦目不斜视地走过玄关 她始终带着股高高在上的气质 给我一股莫名的压迫感 餐桌上 我更像是来蹭饭的 畏畏缩缩地躲开柳如梦微压感十足的眼神 柳如烟毫不吝啬地夸着我做菜好吃 并像个女主人般 招呼柳如梦多吃点 你叫什么 不含一丝温度的声音 冷冰冰地传入我的耳朵 空调温度开得不低 我却有些冷的发毛 我一正 抬起头结结巴巴地说 哦 我叫秦小文 柳如烟有些不悦 姐 你吓到她了 和哥哥说话 能不能温柔一点 柳如梦神色淡淡 扬了扬眉 搬进来才几天 你们就搞到一起了 你妈的 什么叫搞到一起 好心让他们过来吃饭 却被这样说 即使我有些处的 也忍不了这种调侃 心里蹭得生起一股怒气 骤然起身 爱吃吃 不吃滚蛋 空气安静了几秒 我以为会爆发矛盾 虽然这是我租他们的房子 但他们如果要赶我走 也要赔我违约金的 大不了 我拿了违约金换套房子租 却见柳如梦的嘴角 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 会暗的眸子里 闪出异样的神采 他不紧不慢地开口 秦先生 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我抿了名嘴 警惕地看着他 他缓缓吐出三个字 直牢 挑衅 赤裸裸地挑衅 我捏紧拳套 表情阴沉下来 一旁的柳如烟 却扑斥一笑 他牵着我的手 将我拉下来 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别生气哥哥 他说的直牢 就是猫的意思 似是怕我还生气 他接着补充一句 我们都挺喜欢猫的 我看向柳如梦 他不置可否 杭若无人地吃起菜来 我虽不喜欢他 但柳如烟已经给我台阶下 我也不想再不依不饶 以后不和他接触就是了 气鼓鼓地扒拉一口饭进嘴 咬得嘎嘣响 柳如烟一直歪头 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哥哥真厉害 饭也能吃出骨头的感觉 哼 看着喷在菜上的米饭 我愣了许久 这样夸人 你怕不是对我有意思 最终 我装作若无其事 酷酷地耸了耸肩 好了 这下都别吃了 秦小文 干得好 我在心里给自己默默打气 嘲讽我还想吃我做的饭 没门 可就在这时 在我的注视之下 柳如梦不动声色地 将菜上的米饭挑走 在餐盘边刮了一下 接着泰然自若地夹起 散落着米饭的那块白菜 送到嘴里 卧槽 我嘴巴张了张 瞳孔地震 他在干什么 有钱人还要这么省 在我茫然地将在原地时 柳如烟突然用手拍了拍我的胳膊 都是哥哥辛苦做的 浪费了就可惜了 没事 我不嫌弃 好像是特意为了证明他说的话 他特意加了块带着饭里的肉 直接塞进嘴里 我 麻蛋 这俩姐妹俩真特喵地有个性 夜晚 洗完澡后 我习惯性地拿出日记本 记录下一天的日常和心得 点燃香薰 躺在床上思索着搬过来这几天的过往 平静 不应该的平静 除了今天 虽然不那么愉快 倒也挺有意思 至少他们都是优质女性 第二天上午有课 我去了学校 顺便把宿舍没有搬出来的东西 一定搬出来 拎着大包 在宿舍门口 我碰到了三个室友 他们扯下我手中的包 挡在我的前方 看到了吧 这就是抢别人女朋友的后果 连宿舍都住不下去了 一腾成的声音刻意放得很大 引得周围纷纷侧目 剩余两个室友配合他一阵哄笑 我冷笑一声 低声嘲讽 小丑 懒得和他们掰着 我捡起地上的包 绕过他们 你说谁小丑呢 一腾成拽住我的胳膊 使得我往后一痒 另外两个室友也跟着冲上来 控制住我的手脚 我被他们按倒在地 仰头看着那几张争鸣的脸 我只想笑 小王八犊子 让你抢别人女朋友 伴随着骂声 巴掌就要落到我的脸上 谁知他们像是被人拽着一般 忽然后痒 蓝天露了出来 我勾起嘴角 随后浑身的束缚都松开 一双大手揽着我的肩膀 将我扶了起来 小文 你没事吧 冷清秋焦急地打量我 帮我拍掉身上的灰 我扬了扬下巴 轻轻推开他 他一正 有些尴尬地收回手 他歉就地向我道歉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会找你麻烦 低到尘埃的姿态 彻底激怒了一腾成 冷清秋 他都把你甩了 你还帮这个王八蛋 你说谁是王八蛋 最好给我闭上嘴 再敢找他麻烦 我不会放过你 他突然打了一腾成一个耳光 看样子吓了很近 一腾成的脸瞬间红了 我再次捡起包 胆了胆灰 正要离开这场无聊的游戏 透过人群的缝隙 看到了远方 却鬼使神差地停住脚步 低下头 手里的包罗垫 再次抬起头 你是满脸泪水 我言之凿凿的质问 冷清秋 是你当初骗我说 你和他已经分手了 我才和你在一起的 是不是 冷清秋环顾四周 露出怯懦的神色 但当他再次看到我时 眼里忽然多了似坚定 是 他羞愧的低下头 手上再也使不上镜 你和我一个宿舍 会不知道我分没分手 我不信 对 这件事 我们在宿舍都谈论过的 另外的室友 走到他两边扶着他 为他撑腰 我满脸失望 我根本没注意 你们在说些什么 伊藤成满目憎恨 失笑一声 急步走到我面前 咬牙切齿 秦晓文 你真恶陷 柳如烟忽然出现 一手腕上我的胳膊 一脚踹在伊藤成的小腿上 逼得他步步后退 原来哥哥也有委屈的时候 待他退了断距离 他用纤细的手指 戳了戳我的脸 却在我面前突然顿住 哎呀 手脏了 哥哥 我用右手帮你 我没给他机会 拉住柳如烟的手 别闹了 我们走 我可不想明天被传八卦 很奇怪 他来了后 伊藤成等人 像是被捂了嘴般 不发一言 你欺负我哥哥 我记住你了哦 他拉我离开人去 路上 我似时被鬼迷了心窍 伸出手指 轻轻捏了捏他的耳朵 他忽然顿住脚步 看我的眼神暧昧不明 我擅擅地收回手 垂下眼眸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原本是往校门的方向走 在我做了这个动作后 他掉了个头 拉着我来到学校的湖边长凳 微风拂过湖面 波光凌凌 原先烦闷的心情 也随之烟消云散 哥哥 他手拉着我的手 缓缓凑近 盯着我的唇 眼里满是欲望 嗓音音哑 哥哥 可以吗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堆满了温柔 在他身上 我仿佛闻到了阳光的味道 使我在某一瞬 有些恍惚 我想清静阳光 但下一刻 太阳被云朵遮住 仿佛在预示着一段快速 而短暂的关系 我清醒过来 往后缩了缩 今天谢谢你 说完 我拿着东西 匆忙离去 路上 我在心里想象着他此刻的表情 失落 愤怒 最近的沐浴露 似乎比以往用得更快 我拿着手机下楼 我钟爱薰衣草的沐浴露 大肿带着温暖湿润香味 或者坐车一个小时 去另一个超市才能买到 毕竟是小众品牌 但是前两天 在我逛小区的超市的时候 却在一堆大牌里 看到了这个牌子 还都是薰衣草的 或许小区里 还有和我一样喜欢这种味道的人 我也不得而知 手机突然震动 来了消息 哥哥 你去哪了 我在你家没看到你 手指一顿 我皱起眉头 双手捧着手机 打了几个字 你在我家 那边很快传来消息 不不不 口误 我买了菜 敲了你家门半天 都没人打 我撇了撇嘴 继续往前走 距离那天学校的事 已经过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 他每天都过来蹭饭 不过也不是白吃白喝 每次布光带菜 还时不时带一些昂贵的小礼物 不过 我没收 收了 兴致就变了 单手回了几个字 你家保姆 还没处理完家里的事吗 买完东西回来 天色已黑 今天小区有活动 所有人都去了中兴广场 路上的人寥寥无几 走着走着 前方忽然出现一个模糊 但熟悉的身影 他像是也确认了前方是我 急步跑来 看清楚来人后 我掉头就跑 却被冷清秋像爪鱼一样 拼命抱住 小文 我们复合好不好 我为了你 都承认我是渣女了 他们动不动就嘲笑我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疯了吧 你渣女不是事实吗 什么叫为了我 我的声音由于愤狠 快放开我 冷清秋很降 他双手更加用力 似是怕一松开手 就会失去我 我不放 除非你同意跟我复合 正当我和他激烈缠斗的时候 柳如梦悠悠 夺步路过我的身边 却仿若和我们 不是同处于一个世界吧 被身边发生的是充耳不闻 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朝着他大喊 柳如梦快帮我拉开这个风雨人 他听到了 看了我一眼 又转过头去 似乎并不想管 冷清秋 开始把我往路边的绿化竹林里带 喂 柳如烟你搞什么飞机啊 我挣扎着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柳如梦身上 此时 他已路过我们 我只能看着他的背影 拼命呐喊 眼见着他走得越来越远 我急得口不择言 柳如梦 你是不是人啊 终于 他回了头 哦 原来你在和我说话 冷清秋 被柳如梦给拉开 柳如梦捏住我的脸 在昏暗的路灯下 他如同羞罗 小伙子 你很没礼貌啊 大街上随便搅人味 鬼会理你 脸有些痛 我低声低咕着 这可不是大街上 嗯 他的笑容诡异又阴狠 手上的力气陡然加重 感觉在用力几分 我痛得呲牙咧嘴 认了怂 大小剑 我知道了 回去的路上 一阵微风吹过 鼻尖突然传来一阵浅浅的薰衣草香味 那味道和我的沐浴露味道如出一辙 我看向他 一种诡异的心绪营绕在心头 仿佛找到了铜类一般 虽然他冷漠又讨人厌 但不得不承认 他很优秀 听柳如烟说 他接手了家里的公司 并在短短两年内 让公司试制翻了几倍 电梯里 我们两人一左一右 站在最远的位置 密闭空间 使得里面全是我们二人身上的香味 我想了想 抬起手中的塑料袋 问 你用的也是这款吗 他眼角随意地扫了一眼我 瞳孔中充斥着默然 连一个细微的表情都懒得给 淡淡的嗓音从喉中一出 超市里随手拿的 哦 不知为何 我的心里竟有些许失望 电梯门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坐在门口 抱着太可怜兮兮的柳如烟 见我和柳如梦在一起 她的眼神瞬间警惕起来 好思抓到了我们的奸情一般 起身质问 姐 你们怎么会一起回来 柳如梦围养下吧 示意我别管她 先开门 我依她的意思 走到门边书密码 欠我们都不理她 柳如烟有些癫狂 姐 我问你话呢 打开门 我回头 正好看见柳如烟满脸怒气 揪着柳如梦的领口 本以为他们姐妹俩的感情不错 现在看来好像也就那样 想一起回来 就一起回来了 还需要向你汇报 是吧 秦先生 说这话的时候 柳如梦含笑看向我 好思柳如烟越生气 她就越高兴一般 不爱笑的人 笑起来可能会无比惊艳 比第一次见面时 诡异的笑不同 此刻她仰起一张浅浅的笑脸 眉眼弯弯 像是夜空里皎洁的上弦乐 美道让人窒息 我也鬼使神差的 配合着她的恶趣味 柳如烟 别闹 闻言 柳如烟看向我 瞳孔放大 漫是震惊 似是不敢相信 与她相处了这么久的 我却帮着柳如梦说话 她的眼眶渐渐泛红 声音微微颤抖 哥哥 只说了两个字便哽咽住 柳如烟走了 后梯厅只剩我和柳如梦二人 她整了整领口 身上的职业妆恢复如常 你不去追她吗 我试探性地问 她倾笑一声 有什么好追的 又不是三岁小丫头 那 你要不要进来吃个晚饭 我鼓起勇气说完这句话 我闽纯看她 带着一点点期待 她似是没想到 我会主动邀请她 挑了挑眉 直勾勾地望着我 眼里暗潮汹涌 就在我以为她要同意了的时候 她却忽然往电梯那里靠近一步 按下上楼键 电梯门打开 改天吧 小伙子 在我的注视中 电梯门缓缓关上 两久 我依依不舍的目光才挪开 晚上 我做了个梦 梦里发生了些不可描述的事 她按着我的肩膀 沉沉地叫我秦小文 滴滴的嗓音嘶哑又性感 我半推半就 嘿嘿道 你也不比我大几岁 醒时静已中午 平时我生活比较规律 晚上睡得早 所以白天很少会睡到这个点 做起身体 嘶 不大的动作 竟然我疼得抽了一口气 掀开长袖睡衣 我被眼前的一目惊地说不出话来 睡衣下 我的手臂布满亲子的痕迹 不仅如此 手腕上还有绳子的勒痕 我忍着疼痛 跑去浴室 脱下了浑身上下所有的衣服 镜子里 白皙的肌肤上 竟不满了密密麻麻 触目惊心的痕迹 我缓了好一会儿 我才终于能够正常思考 这特码的是谁做的 我在心里发出疑问 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的 便是冷清秋的脸 昨天她被保安带了出去 但难保她不会又折返回来 我愁容满面地穿上衣服 坐在沙发上 拨通了保安室电话 电话接通 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喂 您好 我是A1311的租户 昨天有个女疯子骚扰我 被你们带走了 哦 想起来了 我查查她有门 有从大门口经过 小区里还有明星 他们最忌讳暴露隐私 保安的语气有些为难 没事 大门也行 我有些急 话没怎么思考就脱口出 那我们查一查 再把结果告诉你 不过要是她坐车进来的 也是查不出来的 保安的话点醒了我 但目前也别无他法 我心烦意乱地回了句 好的 那麻烦你了 刚挂电话 手机铃声又响起 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次来电话的 竟是伊藤城 电话那头 她的声音在不停地颤抖 仿佛正面临着极大的恐惧 秦小文 对不起 我为上次的是向你道歉 你让我给你跪下也行 但求你让她放过我 我受不了了 真的受不了了 听着她声泪俱下的道歉 我心里阴阴有些猜测 但是并不能够确定 我警惕又疑惑地问 什么意思 她隔两天就找人来打我一顿 如果我告诉老师或报警 她就会 电话那头的声音戛然而止 连带着我的呼吸也暂停 就会怎么样 等了两秒 电话那头竟然传来柳如烟的声音 哥哥 这声哥哥不同以往 或乖巧 或耍赖 或委屈的音调 而是宛若魅魔在耳边低语 令人不寒而栗 我只让她跟你道歉 想让你开心一点 可她却多说了那么多 你说我该怎么惩罚她好吗 别打我 秦小文 我求你了 放过我 我再也不会找你麻烦 我保证 我保证 一腾成恐惧的哭泣声 此起彼伏 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她的崩溃 虽然我讨厌一腾成 但能把她吓成这样 相信柳如烟已经给了她足够的惩罚 柳如烟 你帮我报仇 我很开心 真的 真的 那哥哥是不是不生我的气了 电话那头传来她兴奋的声音 真的 乖 听我的话 放了她 我真的很想直接挂电话 自身都成了这样 还去管别人 但还是耐着性子哄她 因为我感觉到 这时的她和平时的她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比昨晚更疯 我真怕她做出什么无法挽回的事 哥哥 我会乖乖的 你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随即 电话那头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他们走了 哥哥 你在家吗 我去找你 等等 你先别来 有件事我需要确认 在那之前 我并不想见到她 为什么 难道我姐在你家 她的声音由乖巧可人骤然变得阴阳怪气 不 我刚说一个字 就被她打断 哥哥 你喜欢她对吗 昨天你看她的眼神 就像那天你看我的眼神一样 为什么 她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了 比我送你的东西好 所以你才不熟 对吗 她越说越激动 说到后来 用口形容更合适 可她有的 我以后也会有 听 我紧闭了下眼睛 揉了揉太阳穴 叹了口气 声音疲惫不堪 昨晚我房间近人了 对我做了些不好的事 原以为告诉她实情 她就会打消我和她姐在一起的怀疑 却听见电话那头阴森森的回道 是她 你在家等我 我马上去找你 没等我说什么 电话就在下一刻被挂断 为什么 为什么她如此确定是柳如梦做的这件事 我的思绪如乱麻烦混乱 看着手机发了一会呆 叮咚 突然的门铃声吓了我一跳 回过神来 才发现手机上赫然显示着1103个数字 而我的手指停留在拨通键上方 时时未落下 放下手机 我捏手捏脚地走到门边 对着猫眼看出去 却发现站在门外的 竟然是柳如梦 今天并非周末 按照以往 她应该在公司 想起柳如烟说的话 我搭在把手上的手放了下来 可以往很少人光顾的手机铃声 此刻如催命般响起 声音大的门外都能听到 我手忙脚乱地挂断 却发现打来的人 是柳如梦 透过猫眼 我看到她的笑容里 带着一丝不明的异议 嘴角微微上扬 嘴角带着一抹 不易察觉的嘲弄 说好的改天来你这吃饭 怎么 你反悔了 嫌我没像柳如烟那样带东西 依旧是往日不屑一顾的态度 但正是这个态度 让我有些犹豫 从她的表现来看 似乎并不知道我身上发生的事 而在柳如梦和柳如烟之间 我更宁愿相信柳如梦 毕竟她看起来 像是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样子 让她对我做这些 怕是更为难的 是她 正想着 手机铃声静又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人的时候 我的心提了起来 匆匆走到卧室关上门 忐忑地接通 房间很安静 放大了电话那头 传来的微弱的呼吸声 就 她的声音响起 虚弱地不像她 冷清秋 我嗓音发解 嗯 她喘着粗气 昨晚来我房间的 是不是你 说完这个字 电话那头再也没有了声音 我为了半天都没人回应 最后 我挂上电话 其实 冷清秋是否回应 我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这次 我没有丝毫犹豫地打开了门 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可柳如梦却一改刚才的淡定 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 往电梯里走 她要来了 谁 柳如烟 我一脸萌地被带到她家 出于对她的信任 我没有反抗 进门后 我打量着她的住所 同样的户型 但布局完全不同 她家的装修风格 就如同她这个人一般 冷漠 阴郁 窗帘并没有完全拉开 房间昏暗 疼吗 关上门后 她忽然靠近我 露起我的睡衣袖子 伤痕露出 我竟在她漆黑的眼眸里 看到了一丝异样的渴望 这一刻 我感受到了危险 抽回手 放下袖子 重新盖住伤痕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我警惕地后退一步 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很好笑的事 你怀疑我 随后 她坐到沙发上 她的声音 也变得不真切了起来 我妹妹 表面看着正常 其实是偏执性人格 为了得到想要的 她会不顾一切 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眼神死死地盯住我 我咽了咽口水 推到门边 心里像揣了个兔子 咚咚跳着 其实我的父母 一直住在城南别墅里 原本这里的房子 只有我住 因为离公司近 可柳如燕上大学后 突然想要住过来 还坚持将我们中间的那套房子出租 我们家差这点钱 本想劝她 但看到你的那一刻 我明白了 她有了新的猎物 我心里微微震惊 但是从柳如燕的那通电话后 我也觉得这项是她能做出的事 如果她喜欢我 以她的条件 明明可以用更好的方式 去追求我 可她却偏偏选择了这种方式 我是那个新的猎物 那以前的 她忽然起身 环步走到我面前 她就这样面对面 定定地注视着我 那种压迫感再次袭来 她点起脚身子 薰衣草的香味 钻入我的鼻腔 以前的都不是人 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的声音竟有些蛊惑 不管是谁的宠物 只要她看中了 就会把她带回她自己的别墅 囚禁在里面 她好像以为我会非常害怕 一直注视着我的神色 我也很配合地露出 无比惊恐的表情 问出了我最想问的问题 那被她囚禁的宠物 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 锦衣玉食 就是没有自由 我轻输一口气 摸了摸胸口 她看着我的动作 突然神秘莫测地勾起嘴角 纤细的手指 轻柔地撩了下我额前的碎法 我被她这动作弄得不自然起来 她吃醋了 她的唇不经意间划过我的脸颊 煞时被她碰到的地方 就像是被烫伤了一般 火辣辣地热 我们俩的 她的唇渐渐挪到了我唇角 声音夹杂着欲望 阴雅不已 她一手揽住我的脖梗 一手顺风而下轻柔地挑弄着我的把柄 许事经验不足 粗鲁的动作带来的疼痛感 让我想起一个我从未想到过的点 我怀疑柳如烟的原因 是她对我有意思 且她看着很疯 可现在柳如梦的表现 很明显不是讨厌我的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身上有我的沐浴露香味 且最近我的沐浴露消耗得非常快 如此看来 她的嫌疑似乎更大 只要我去卫生间 看一下她有没有在使用同款沐浴露 想到这 我双手抵在她的肩头 装作很着急的样子 我想去趟卫生间 她满腹狐疑地盯着我 似乎在猜测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子 憋不住了 我跺起脚来 手在故意在她脸上揉捏了几下 故意放低嗓音 令我没想到的是 她似乎非常吃这一头 从她的表情里 我竟看出了暗爽 只是动作仍然酷酷的 抬手指着一个方向 一个字都不多说 开门 关门 锁门 一气呵成 做完这一系列动作 卧槽 撩了就跑真他妈的刺激啊 平静的生活里 好久都没有什么是能让我的心跳得如此之快 我往里走去 竟真的在架子上看到我的同款沐浴露 难不成我的猜测是错的 她只是恰巧和我喜欢同一个味道 仅此而已 大门砰砰被敲响 即使在卫生间里 我也能听得相当清晰 姐 哥哥是不是在你这里 哐当 她渐渐焦躁 开始踢门 我警告你 敢对她做什么 别怪我不顾姐妹情 听着门外柳如烟爆目的吼声 我看了眼手机 之前将她调成静音 所以没听到她的来电 才发现 她已经给我打了十几通电话 踢 柳如梦冷淡的声线 终于在暴躁声中响起 刚好我想检测一下 这个门街不结实 对于柳如梦的反应 我一直有些想不通 她不想放柳如烟进来 为什么 为什么会站在我这边 即使有疑虑 我现在也不打算出去 卫生间很大 装修的很有格调 我找了个地方坐下 随意摆弄着墙上的花草 不知碰到了哪里 却见一道暗门缓缓打开 我心里一惊 没想到就来这一趟 竟能发现这样隐秘的位置 仔细查看了下墙上的花朵 在花朵之间 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推拉开关 看着幽深的大门 我犹豫片刻 还是经不住好奇 走了进去 柳如梦这时候 应该没空管我 昏暗的房间 如同沉沦的水底 我看不清里面的布局 摸索着 我找到了墙壁上的灯 可没想到 随着灯亮起 整面墙硕大的投影 也亮了起来 我仰头看着 瞳孔逐渐放大 惊奇的如五雷积顶 总共有九个画面 分别对应着我家的三个卧室 厨房 阳台 卫生间 浴室 客厅和餐厅 也就是说 我的生活 全都是在她的监视下进行的 原来柳如梦 才是那个变态 终于发现了事实 我的心脏在不停狂跳 那冷清秋 是不是也在这里 她在手机里的求救 我因为正处理自己的事 而刻意没管 昨天她才见了柳如梦就出事 如今联系到一起 很有可能就是柳如梦干的 房间不大 一眼就能看到所有 我试图摸索着查看 有没有像门外一样的暗门 门外忽然响起 几声催命般的敲门声 秦小文 你已经在里面待了十几分钟 依旧是不容置疑的语气 她在催我出来 柳如烟现在很可能还在门外 我现在出去 还有机会 将暗门恢复如初 我洗了个手 顺便洗掉脸上 由于激动而冒出的汗 打开卫生间的门 正看见她在门外 目光里带着审视 我假装无视地 用只擦掉手上的水 催什么 你急着用吗 她目光灰暗 声音如同从枯稿的朽木里 发出来的一般 带她进去后 我用上了体侧的速度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 跑到了门口 打开门就要冲出去 迎面撞上了拿着斧头 好似杀人狂魔的柳如烟 墨地停下 我差点没杀住 而面前的人 前一秒还是满身力气 见到我后 斧头匡当落地 眼里蓄满泪水 忧伤地撇嘴 像一只在外面受了委屈 回家哼哼唧唧的小奶猫 哥哥 他对你做了什么 我木头一般地消化着他 这出神入化的变脸速度 却听到啪哒一声 那是卫生间门打开的声音 于是牵起柳如烟的手 飞速按下电梯按钮 这栋楼的电梯速度异常快 似乎止住了我们三户一样 别哭了 再哭你姐杀过来了 他抽抽答答地回 哥哥 我有斧头 我可以保护你 我没好气地反驳 大一 你就想背上命案 还是你姐的 似乎是感受到我的情绪不佳 他堵着嘴巴 紧紧握着我的手 没再说话 电梯门缓缓关上 柳如梦背着光 站在客厅 表情看得不真切 他似乎并不打算过来追我们 柳如烟开车 带我来到了城郊的一栋别墅 进别墅后 十几只猫猫狗狗热情地围了上来 我低头看向他们 心里想着 这就是柳如梦说的 柳如烟用来囚禁的别墅吗 这些猫狗大多身体上有残疾 难不成是柳如烟虐待的 可他正蹲着和那些猫狗玩耍 如果是虐待他们的人 他们不可能跟他这么亲近 主动凑上来 再一想 柳如梦的话 其实也并不可信 于是学着他的样子 我也蹲了下来 揉了揉面前小狗的头 他就像我印象里的柳如烟一样热气 撒欢地躺在了地上 他们为什么身上都有伤 柳如烟眼里有心疼 他们的主人虐待他们 我就抢了过来 竟是个好姑娘 往我鬼迷心窍 还一个劲地相信柳如梦 我像摸狗狗一样摸摸他的头 真不错 他的脸上浮现一抹红郁 看我的眼神带了些羞浅 哥哥 喜欢这样的我吗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没有看我 但嘴角藏不住的微笑 已经暴露了他内心的喜悦 嗯 我拍拍他的头 只要以后你别来 他抬起头 眼睛亮晶晶地说道 好 哥哥让我搞谁 我就弄死谁 我挑了挑眉 这样的他还挺可爱 掌心在他的头发上 一下一下地往下顺 像撸狗一样 乖 画面一片和谐 就在此时 一只大狗横冲直撞 打破了和谐的画面 啊 我的手臂瘀青部位被他撞到 忍不住吃痛地叫了一声 柳如烟从我裸露的皮肤上 看到了我手臂的伤 偌大的别墅客厅 连说话都有回声 我们坐在客厅沙发 他的声音低到我几乎要听不见 哥哥 对不起 他默默道歉 我以为是愧疚没有保护好我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 我轻拍他的后背安抚他 这时 保姆拿来药膏 我捣了捣他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涂药膏的时候 他表情认真心疼到不行 哥哥 去医院吧 他快哭了 我摇头 问 你是不是不希望我报警 他一正 通红的眼里 闪过一瞬间的恐慌手里的动作一顿 戳到了我受伤的地方 对 对不起 他一个劲的道歉 抬起我的手臂 吹了吹气 看来被我说中了 我心想 接着 涂药的手开始出现些微颤抖 见此情形 我用另一只手握住他的小手 将他手里的棉签 放在我的皮肤上 蝶慌 你姐还没变态到哪一步 我的身体我清楚 顶多非法侵入住宅 还有偷偷在别人家 安装摄像头是什么对 前面他都还能保持淡定 但当我说到最后一条的时候 他惊恶失色 他极力压制着 但脸上的肌肉 还是在细微的抖动 我解他 在你房间装摄像头 嗯 我随口一答 有一件事我很好奇 为什么这件事发生之后 你们俩都一口咬定是对方干的 他喜欢抢我的东西 以前的那些我不在意 但是哥哥 不行 说着 他忽然激动起来 捏着面前的手指都已经发白 意识到自己失控 他又抛出一句对不起 叫来保姆帮我上药 自己则跑去了楼上 走之前 他说 哥哥 我有些事要处理 等会儿再过来 在他走后 我收到了一条信息 信息里的口吻相当熟悉 你不信我 我翻了个白眼 心想 我信你个大头鬼 那边接着来消息 我只说不是我对你做的那些事 并没有说监控不是我装的 仔细想想 事实确实如同他所说 但这种避重就轻的说法 并不能让人信服 他像是知道我在想什么 接着 一段视频发了过来 那是一段昨天晚上的视频 我让保姆离开 独自看起视频来 因为 视频里有我的裸体 我像往常一样 洗澡 吹头发 写日记 接着点燃香薰 沉沉睡去 可能是过程太长 后面的内容被剪辑过 下一个镜头 我还是安静地躺在床上熟睡 但下一秒 房间门被打开 出现的 竟然真的如他所说 是柳如烟 视频里 他贪婪地亲吻我 脱掉我全身的衣服 口中念念有词 哥哥 你是我一个人的 我不禁想起上次亲我之前 他问的是 可以吗 原来只是想在我面前 营造一个良好的形象吧 他忘情地做着她的事 直到听见我说 你也不比我大几岁 此刻哪怕隔着屏幕 也能感受到他的失控 他跪跑到我的床头边 一会儿恶狠狠 一会儿又像是祈求般 哥哥 我不是姐姐 哥哥 你睁开眼看看我 我不是姐姐 我是柳如烟啊 后来 我看到他一反开始温柔的常态 将我的双手绑在床上 肯咬 柔念 动作粗鲁万分 我的皮肤脆弱 又是很容易形成瘀青的体质 所以才会看起来 那么触目惊心 所以 刚才他抱着我说对不起 使的是这个 看完了 惊讶吗 这些视频 柳如烟都看过 这 柳如梦好像很想让我和柳如烟闹白 但是 我也没那么蠢 柳如烟占有欲那么强的一个人 等眼睁睁看着他和我的亲密行为 被柳如梦一览无余 况且 刚才他听完我提监控的反应 很明显是要炸了 上楼去找柳如梦算账 还说你没骗我 这不是骗了 那头的人似乎是在思考 梁九才发来消息 我能想象到他说这话的语气 一定是那种高高在上 掌控一切的 被你发现了 知道吗 你最有趣的 就是反差感 我哼了一声 有趣 叫警察把你逮起来 还有趣吗 很快又来了消息 那我必须来找你了 小东西 警方 我被警察抓 来找我 吓唬谁呢 你不怕你妹妹弄死你啊 这时 柳如烟刚巧从楼上下来 看着挺轻松 但我估摸着 他心里此刻估计是五味杂陈 电话应该没打通 因为柳如梦 一直在和我发短信 我也不瞒着 招呼他过来 我身上这些 是你做的 柳如梦告诉我了 我用一双探索的目光 望着他 等待着响在他头上的霹雳 果不其然 他惊慌失措到 额头青筋都抱了起来 亮亮呛呛地凑到我面前 磕磕斑斑地解释 哥哥 我 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 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想和你亲近 你可以打我骂我 但是别不喜欢我 别讨厌我 我没有办法想象 被你讨厌的我有多差劲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才能消气我 他语无伦次 姿态低到我都有点心疼 我捏捏他的脸 满意地勾起唇角 讨厌 那倒并没有 甚至我还觉得有点暗爽 如果真的讨厌 我就不用确认 是不是冷清秋了 和柳如梦一样 我也喜欢反差感 你今天说是你姐干的 是不是想栽赃给他 我的语气很柔和 就像是在说一件 最稀疏平常的事 柳如烟红着眼眶 眼巴巴地看着我 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他不想当着我的面承认 他做的那些龌龊事情 因为你想让我讨厌他对吗 我寻寻善诱 像是恰好被戳中他的心窝子 眼泪终于落下他也不擦 任由他们盈盈地不满整张脸 不得不说 这张脸 配上这楚楚可怜的泪水 堪比那碗柳如梦带掉我的经验 我更加心软 伸手帮他擦掉眼泪 却被他握住手 放到唇边亲吻 我想要哥哥只喜欢我 他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可求的神色 好像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力量 在从眼眶里进发出来 就像是小狗在恳求食物一般 和柳如梦比起来 其实他更符合我心中的目标 在这 先把他搞定 他解来了 才能更好的控制局面 这有什么难的 这句话正要说出口时 我的脖子突然一捅 随即眼前一黑 再次醒来 入眼的是黑夜里闪烁的彩色的繁星 坐起身 想要伸手揉操脖子 却发现手抬不起来 低头一看 才发现我的右手 被绑在椅子扶手上 二楼阳台栏杆挂着的彩球 光线炫目迷幻 好似我正处于一个奇幻虚假的事件 可看向前方 柳如烟和柳如梦 正坐在我对面 我才恍然大悟 这可能是被打晕后的后遗症 那个看起来无害的薄姆 站在柳如梦的右边 柳如烟低着头抠手 不敢看我 见他这副模样 我冷笑一声 你就是这么保护我的 不 他和我保证过了 不会伤害哥哥 他将双手搭在桌子上 伸着脖子 急切地解释 同时望向柳如梦 眼神看着 似乎是想要柳如梦 帮他解释一番 解说这样 才能给我念哥哥的日记 我只是想要更了解哥哥一点 日记 柳如梦 这是一有空闲 就透过监控看我吗 写日记这件小事 都被他注意到了 我身无可恋地靠在椅背上 将头偏到一旁 他骂的 你们还玩公开处刑这一套 还在这样浪漫的环境 真有你的 以为自己在念诗吗 枉我以为 醒过来的地点是床上 你下去吧 柳如梦把保姆前走后 才开始念起我的日记 马上要毕业了 我不想上班 有没有白富美想包养我 只一句 我的白眼几乎要翻上天 前面的怎么不念 怎么就从这里开始了 偷看了他俩一眼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容 笑屁啊 知道我是废物兼凤凰男 你们他妈的还能笑得出来 找遍了中介 不是房子不合适 就是价格太贵 不过也没办法 想要认识富婆 就必须去富人区 一个中介主动找上门来 说有价格便宜的好房 还在市中心最豪华的小区 一去看了房很满意 小区美女很多 穿的都是名牌 PS 房东太太家女儿 长得真帅 听到这 柳如烟脸红红的 包了个橘子就要喂我 我脸也红 狼狈地骂了句 滚蛋 把橘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他也不恼 津津有味地听着 平静 不应该有的平静 我这个帅气的长相 在小区转悠了几天 居然他们的没富婆搭理我 好难过 好在又看到了小姐姐 她想吃我做的饭 这可给我高兴死了 我在家苦练的厨艺 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 PS 我故意把密码录出来给她看 不知道她看到了没 PS 她姐虽然很美 但是太高了 听完这一段 柳如烟的眼睛 比挂在天空的月亮还亮 而柳如梦的脸色 臭得比无星无月的夜空还黑 你来念 她将日记本丢给柳如烟 柳如烟倒是很乐意 屁颠屁颠地举起来 不得不承认 她念得确实比柳如梦好 声色亮音掉有起伏 之前我在学校的自习室 目睹了冷清秋出轨 其余两个室友当时也在场 只是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 回寝室听到一腾成一个劲的 夸她女朋友多么多么有钱 对她多么多么好 另外两个装不知道 一个劲的复合 我都觉得可笑 他们想维持着稳固的三角关系 这样我就会是一直被孤立的那个 既然要走了 那我就帮帮她吧 今天回学校碰到了他们 又来找我麻烦 一天天闲的 倒下前我看到了冷清秋 虽然气 但等着她来救我 对她们的杀伤力更大 更过瘾 我装委屈 为了让大家别乱传太多八卦 不是故意设计 真的是出于色心 我还是克制住躲开了她的亲吻 PS 不确定关系就想亲我 太容易得到 就会不想付出 哥可不是那么容易被美色给迷惑的 读到这 柳如烟小声插了一句 哥哥 我不会 说完 她接着读 柳如烟总是送我东西 我没收 因为我要放长线钓大鱼 读到现在 她一直乐呵呵的 直到下一句我说回前面的话 柳如梦真带感 柳如梦微钩唇角 轻壳一声 锐利的毛子柔和许多 视线划过一丝丸味 小东西 算你有眼光 柳如烟臭着脸 将日记重新丢到柳如梦身上 你读 柳如梦看了眼日记本上的日期 这是昨天的 那么今天 小丫头你想说什么 她亲身过来 危险得像是草丛里的野兽 我眨巴眨巴眼睛 只是她 什么也不想说 那我替你说 她紧跟着我的话之后 回到不加丝毫空心 仿佛一开始就预料到 会怎么回答 2024年3月14日 请 昨天我去采购了 新的沐浴露和香薰 并在当晚用了最新的 也就是说 昨晚发生的所有事 我都清清楚楚 柳如烟震惊万分 她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男男道 哥哥 你都知道 放屁 我用那只自由的手 大力拍桌子 上面摆放的东西 都被震飞起来 我不知道 你别张口就来 日记里的东西 我认了就算了 没做过的事叫我认 我才不吃着梦亏 是吗 柳如烟 她新买的香薰里 你瞎要了吗 柳如梦始终淡定自信 又从容 让我甚至怀疑起 自己的记忆来 柳如烟像个犯错的小丫头 畏畏缩缩的摇了摇头 我眉头紧锁 回忆中 我的确用的是新买的香薰 但昨天晚上的记忆 我确实没有 这中间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想着 我恍然大悟 双目圆瞪 看向柳如梦 是你 那天你的身上 有和我相同的沐浴露味道 超市也是突然有了 那个牌子的沐浴露和香薰 是你提前和超市老板说通 在里面下了药 她一愣 哑然失笑 我只是喜欢你身上的味道 但老板进货 也是给你寻的方便 不像柳如烟那样 怕你发现 还用香水盖住 不过 你说是 就是吧 我没再接话 我最讨厌女孩说这样的话 好像不管我怎么解释 都是我在撒谎一样 她一定要往我身上泼脏水 我也只能摆烂 反正解释不清 她对自己妹妹 都能这么不留情面的接老底 对我更不用说了 每次从监控里看你们 我都在想 加一个人的话 应该会更刺激 她突然又开口 原本以为她对我兴趣缺缺 没想到 她只是单纯闷骚女 我选择摆烂到底 耸了耸肩 我无所谓 看她 柳如烟激动地站起身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你觉得我是在询问你吗 你知道这日记本 是我什么时候拿的吗 昨天晚上 在你进来之前 我就进来了 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我全程都在场 柳如烟 该看得我一点没漏 况且我们姐妹俩还分彼此吗 共享一个男人 有什么不好的 柳如烟一拳打在她的脸上 同时 我终于解开了绳子上的死结 跳上桌子 一脚将她踹飞在地 你特妙 哥哥 柳如烟瞠目结舌 她可能没想到 我居然会抱粗口 我只想告诉她 谁叫她们不看我前面的日记 哥们我那么多年的格斗术 白学了 还不过来帮忙 想跟你姐共享我呀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屁颠屁颠的过来 帮着我欺负她姐 风水轮流转 现在被五花大绑在靠椅上的 成了柳如梦 你是谁的妹妹 坐在椅子上 她阴气沉沉的质问 我不多废话 巴唧一口亲在柳如烟的脸上 柳如烟红着脸 我是哥哥的亲妹妹 我摸摸她的头 挑着下巴问 冷清秋在哪 冷清秋 你问我 倒不如问问你的好妹妹 我们的目光同时看向柳如烟 她一脸无辜 像是她才是被欺负的那个 昨天出小区的时候一上头 看见她在小区门口和保安争吵 才知道她欺负了哥哥 于是我就把她带了回来 然后呢 我严肃地问 她现在在地下室 地下室 我的脑海中不免浮现出一些血腥的画面 就如同电影一样 带我去 柳如烟还在犹豫 嗯 我偏头威胁她 她经历了短暂的内心挣扎 终于答应带我下去 所幸 地下室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阴暗潮湿 但绕过障碍我 看到地上浑身是血的人时 我还是倒抽了一口凉气 你打死她了 柳如烟摇头 应该没有 说着 她上前掀开了盖在冷清秋头上的帽子 长发 看到帽子下那乌黑的长发 我们相互对视一眼 都陷入疑惑之中 她的呼吸中了几分 小心翼翼地将那个人翻了个面 看到那张脸 我震惊地后退几步 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 全身麻木 那张脸 是我 2023年9月21日 雨 今天是我被关进别墅的第364天 昨夜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美丽的借口 来装作我是喜欢过这样生活的样子 那里面的我 时而刚强 时而柔弱 刚强是我期盼的样子 柔弱是我不想面对的现实 而失忆 是我最好的拯救自己的方式 醒来的那刻 我才想起梦里的那晚 就如同现实的每个夜晚一样 我想冷清秋的脸变成我的 也是在预示什么 写到这 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 我忙把日记本合上 紧接着后背传来温暖的触感 来人的双臂温柔地环绕着我 稳落在我的耳根 小东西 他深锈着我身上清雅的薰衣草香味在写什么 没 没什么 就像梦里第一次见到他一样 那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恐惧 而现实中的我 并不敢反抗 柳如烟也保护不了我 那只是我美好的期盼 我饿了 他的声音间夹杂着欲望 手已经开始不老实在我身上来回游走 我让保姆做饭给你吃 我装作没听董站起身 可他却趁机一把将我拉到那个三米的大床上 他俯身过来 边脱衣服 边不顾一切地吻上我的唇 我很累 但必须回应他 不然就会被他绑到地下室 呃两天 不过 今天并不是他的日子 哥哥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苏基家的甜品 你最爱的 正想着柳如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看见床上的我们 他的声音煞时滴了八度 姐 今天轮到我了 一开始 柳如梦分配的是两人分别一周两天 剩下两天他们一起 留一天给我休息 这也是这张床有三米的原因 柳如烟不满意被他抢了东西 但又无能为力 只不过对于两人一起 他持极力反对态度 并且要求 给我三天的休息时间 所以昨天我才有空做梦 只是梦里也逃不开他们的手掌心 一起 柳如梦边亲吻我 边回柳如烟 他喘着气 眼神迷离 不可能 随着柳如烟的拒绝 柳如梦的手上力气陡然加重 牙齿咬上我的嘴唇 我忍着疼痛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发泄完起身 整理了下一群 又恢复到清冷的模样 离开前 他态度坚定 语气不容拒绝地开口 以后我要三天 柳如烟唇齿欲动 却顿在了喉咙 柳如梦走后 他走到床边 看着我裸露的亲子皮肤 眼睛通红 但他没再说对不起 这样的话 他已经说得够多了 将吃的放到桌子上 他拿起床头柜上的药膏 单手把我从床上捞起来 我靠在他身上 他帮我涂抹着药膏 冰凉的药膏 接触到身体的那刻 我冷得一哆嗦 倒不是入秋的天气有多凉 而是我好像已经到达了极限 我把小花带上来给你玩 他嗓音轻柔 小花是我最喜欢的猫咪 但今天我不想跟他玩 我摇了摇头 目光没有焦距地 落在窗外 纷纷飘落的枯黄树叶上 学校的树叶 是不是也掉得满地都是 以前每次下课后 经过那条道路上的时候 都会听到阿姨骂骂咧咧的声音 说着 我想起了那时的画面 笑了起来 柳如烟吻了吻我的额头 目光坚定 等我夺回公司 就带你去看 我苦笑一声 将头埋进他的怀里 闷闷地回到 不想看 夜晚 他没有逼迫我 而是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生怕我逃跑似的 我的手指划过他精致的五官 心里想着 如果我是和梦里那般 喜欢待在家里 是不是就可以快乐很多 毕竟有美女姐妹花相伴 有金钱在手 有猫狗陪玩 可 我爱自由 深夜 等待死亡 如果我和梦里一样勇敢 是不是就赶砸脖子了 昏昏沉沉 恍惚间 我看到自己在医院 看到了柳如烟 终于愿意为了我拼尽所有 看到柳如梦 呆滞阴沉的任由他打骂 再然后 我看到了警察 那个我在梦里 都用各种理由掩盖 就是害怕到不敢报警的警察 这一刻 我露出笑容 我想我是真的自由了 姐 真的要为他这个要吗 他会完全不记得我们的 不为 他还是会寻死 我不让他死 他就别想死 我以月薪十万的工资 应聘到了一个 照顾猫猫狗狗的工作 豪华别墅里 一堆猫猫狗狗热情地向我奔来 就像很早就认识了我一般 一个看起来 像是天使的阳光少年 跟着他们一起跑到我面前 哥哥 他热情的 环抱住我 很高兴见到你 在他身后的别墅二楼 一个身着黑色长裙的美女 用狩猎般的眼神盯着我 全文完结